59岁郎平别墅意外曝光。 但老母亲全家在美国过节,脸蛋发腐红润。 北京时间2月5号,今天是中国一年一度的传统春节,几乎所有人都是在放假与家人团聚中。 其中辛苦训练的运动员也是不例外,就像一介联,苏炳天等名将都是难得有时间陪伴家人,而除了运动员之外,他们的教练也是得到这样的假期,特别是中国女排主帅的郎导更是已经远赴美国全家团聚,单单几天的时间就发福了不少。 在这个全中国都欢庆的节日中,不仅是像刘德华、景田等明星早早就发出祝福,连刘国梁和姚明等体谈名将也是向观众拜年。 其中作为中国女排功勋教练的郎平也是必不可少的,从视频能够看到,结束了一年辛苦工作放假的她,是身穿一件大红色写着Go!Go!的T恤现身。 除了祝福观众和球迷身体健康,新一年工作顺利之外,郎导的外形是再度引起热议。 不得不说,之前出现在镜头面前的她都是累得消瘦的样子,但是经过这几天放假在家,受到丈夫王玉成的调咬之后,郎导明显是发福不少,而且脸蛋更是红润有光泽。 确实,趁着这个春节假期,59岁的郎导也是得到了很好的休息,毕竟从女排世界杯、亚运会等大型赛事中,郎导帅领朱婷等国手都没有一刻敢放松的。 其实更难得的是,春节中郎瓶是能够和丈夫、年迈的老母亲和女儿全家团圆。 早在上一个月底,郎瓶是已经放下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开始放假。 不过由于女儿和自己的房屋都在美国的原因,所以这个春节他们全家都是远赴美国过节。 能够看到,除了自己家人之外,郎瓶还邀请了亲朋好友,郎瓶的大姐郎红,当然还少不了就是郎到年迈的老母亲,全家人是一同吃饭。 由于在球员时期,郎瓶的父亲是由于疾病很早就离开,当时因为郎瓶者在美国出战,甚至是最后一面也没有看到,所以之后的郎导也是十分自责,对家庭的观念是更深了。 不过从这些照片能够看到,如今的郎导也是相当令人羡慕。 自家的屋子里面拥有着私家花园的独栋别墅,而且看上去空气和环境方面确实死国内无法比拟的,这也正是为何郎导为何每一次休养都是选择回去的原因。 在这个别墅里面,欧式的沙发和装修,还有落地大玻璃能一边吃饭一边欣赏风景。 其中最特别的环德属他们家的大厨房,据悉郎瓶和她丈夫两人都是十分喜欢下厨做饭,所以这也是成为郎瓶一大业余爱好。 不管怎么说,郎导拥有如今这样的成绩可谓自己幸幸苦苦获得的,也是他应得的,最后在新一年祝福他更加幸福,带领中国女排走得更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